在末日中绝对不要带两个脱油瓶在身边 因为他们只会给你带来各种各样的麻烦 除非对方是你的人质或者储备粮 而鲍伯就打算将这母子俩当成自己的筹码 反正只是当成人质带出来的 由于这片山谷里有一群吸血鬼拦路抢劫 不论是人是鬼都必须给过路费才能通过 不然就会变成一具具干事被挂在路边当标本 因此鲍伯就准备将女人拿去换点过路费 当他找到屠夫家门口后 便表示要用那个女人换一份高脂肪的血 这个屠夫也是这附近唯一的人类 因为是那些吸血鬼族群故意让他住在这里的 毕竟屠夫能够经常给他们提供新鲜的血 而屠夫嫌弃地看了看女人后 觉得他太瘦弱了根本都没什么油水可以炸 就说必须算上那个小男孩就同意 但鲍伯听后却不愿意了 两个人治他必须带一个在身边 否则等后面那两个家伙追上来自己就遭殃了 于是掏出枪威逼屠夫和自己玩左轮赌命游戏 贪生怕死的屠夫见鲍伯耍无赖了 无奈只能同意了交换 而詹妮夫得知自己被卖了后也无能为力 毕竟面对两个身强体壮的男人 他根本毫无反抗之力 只能含泪和儿子欧文道别 鲍伯也给了他几分钟的时间做道别 最终詹妮夫只能眼睁睁看着鲍伯带着自己的儿子离开 自己一个人留在这个地方不知道要面临怎么样的处境 很快他就被屠夫粗暴地拉进了屋里 不过屠夫表示不会杀他的 反而会将他养得肥肥胖胖 而就在鲍伯带着小男孩离开没多久后 又有一个男人来敲屠夫的门 来福开口询问对方有没有看到一对母子 而躲在旁边的杰克则是趁机出现 用枪将这屠夫给控制住 随后两人进入屠夫的房子里后 成功找到了被关在笼子里的詹妮夫 不过屋里的一幕幕血腥场景 都让三人感到无比的恶心反胃 只因这屠夫不仅将人类关在笼子里养起来抽血 还分解了很多人类尸体 屋里到处都是残枝碎片充满了一股恶臭 除了詹妮夫这个新来的以外 其他被关在笼子里的人都是半死不活的状态 而詹妮夫出去后直接一枪就将屠夫给抱头了 接着三人就立刻去追鲍伯 此时的鲍伯已经带着欧文来到了岸边 想着这附近经常有吸血鬼活动 直接将这小男孩放了估计他活不了多久 于是干脆就决定将他一起带走 却不曾想欧文不知道从哪拿出来一根螺丝刀偷袭他 大腿被扎中的鲍伯疼得发出一阵震珠叫声 而与此同时一阵汽车的轰鸣声响起 莱福和詹妮夫已经开车追了上来 鲍伯见状立刻挟持住欧文 詹妮夫尽管拿着枪却不敢随意开枪 害怕万一伤到儿子 鲍伯用欧文当人质开始和他们谈判 表示自己只要离开立马放了这孩子 这时他身后却出现了一个戴着帽子的人 鲍伯本以为是那些吸血鬼强盗 于是赶紧说自己有两家轮的高脂肪血浇过路肥 但下一秒这人就被詹妮夫给放倒了 鲍伯顿时也慌了 可没想到那倒下的吸血鬼强盗又站了起来朝着他的腿开枪偷袭 当对方拉下帽子后鲍伯才看清楚原来是杰克 杰克毕竟当初和鲍伯相识一场有点不忍下手 如果鲍伯不是监狱长的身份的话 或许两人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 鲍伯也坦白自己为什么会成为半人半吸血鬼 原来他在很久之前就是吸血鬼了 不过后来被某个人给咬了一口就成现在这样了 鲍伯本想用杰克的交情让自己捡回一条命 但目睹了七儿遭遇的莱夫已经上了头 直接就愤怒地从背后将鲍伯的脑袋给割了下来 这样他肯定就没办法自愈恢复了 终于就回了七儿的莱夫打算越过这条河 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过平静的生活 所以就不跟着杰克继续冒险了 杰克也很理解着兄弟的想法 于是两人一个拥抱过后就算完成了告别 杰克开车离开后 莱夫则是带着家人往河边走去 准备迎接他们的新生活